美国维吉尼亚州京传一起大规模的枪击案 当地最大城市维吉尼亚海滩市 一栋市政府的办公大楼 在31号下午遭到一名枪手闯入开枪滥射 结果导致了12个人的死亡 6人受伤 枪手最后遭到警方围捕疾病 有美国媒体报导了 这个枪手是当地的一名前市府的资深员工 因为不满遭到解雇 才会回到办公地点进行报复 看似平常的上班日 也变成冷血大屠杀 美国维吉尼亚州这栋政府大楼 在31号下班前枪声大作 一名枪手手持步枪和手枪 配备面影器和家常型弹匣 在大楼内找寻下手目标 华尔街日报报导 枪手是一名40岁男性 疑似遭到维吉尼亚海滩市市政府开除 辖院报复 枪手和警方枪战时遭到击毙 过程中一名援警重弹 幸好防弹背心保住一命 但枪手大规模滥杀 已经撕裂当地社群 根据美国枪支暴力追踪网站 这起枪击已经是今年全美 第150起大规模枪案 枪支管制的问题再度浮上台面 张立德编译 拜拜